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6月2日 施亚拉欲取柯泰尼沙 周四清早 八甲第八轮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施亚拉客厂挑战柯泰尼沙 柯泰尼沙赛季至今未尝胜过 球队联赛表现相当糟糕 虽然施亚拉本赛季也难言理想 但他们目前六场各项赛事立于不败之地 近况比起前者要更胜一筹 并且球队已经连续两次和柯泰尼沙交手大获全胜 两队相比之下 球员心里占得上风的施亚拉是一值得看高一线 柯泰尼沙经济表现可谓一落千丈 球队七轮战罢 锦路得二合五负的不胜战绩 已经沦为副班长的他们 目前处境令人担忧 柯泰尼沙如今会遭遇如此境地 其进攻端的下滑是球队退步的原因之一 军场0.57格入球数为联赛最差数据 至今也仅有三个人曾为队建攻 七轮联赛多达三丈遭遇零风 且单场至多也只能攻入一球而已 没有威胁的进攻端弹和取胜 另外其后防线的发挥同样难尽人意 目前联赛里尚未有过不失球的表现 军场1.43个失球数也是八甲倒数之列 攻防两端都没有优势可言的 柯泰尼沙是一主场沦陷在即 另一边乡 施亚拉联赛表现也是退步明显 与上述的柯泰尼沙是一队难兄难弟 球队除了揭幕战停届艾森杜杜沙和 艾尔列比路等人的分别建攻击败彭美拉斯之外 至今六轮联赛还没有取得过胜技 整体表现亦难尽人意 但利好的是 球队近况似乎有所回暖 过去四场各项赛事 施亚拉斩获二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期间得失球比位十比二 球队似乎逐渐找回了竞技状态 立于不败之地的他们士气也是得到了提振 另外 施亚拉此前二次和柯泰尼沙交手 挤队不仅大获全胜 期间更是单场至少能够获得三球之多 综上所述 无论近况还是近期的交锋网季 当中都略胜一筹的施亚拉此行有望全取三分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